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是老钟 这里是钟顶三菱 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叙利亚 叙利亚的血与泪 杭州在开这个亚运 我怎么看到叙利亚的巴萨尔阿萨德 带着他沙漠玫瑰之称的漂亮太太出席 这个家伙我以为他早被干掉了 他怎么还在 很多年都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这一次中国还特败了国航专机去接他 多扰了一千多里 经过约旦 沙特 伊朗 巴基斯坦 而且还有俄罗斯 约旦 沙特 伊朗的战斗机 着断的护航从新疆到杭州 哇 此军何德何能要受如此的重视跟礼遇啊 大概是因为老美要干掉他 或者库尔德人要干掉他 或者一些阿拉伯人要干掉他 他就不能坐自己的飞机了 害怕被打下来 他真是九命怪猫啊 我从1957年开始看报纸以来 他那个叙利亚就没太平过 翻开书一看呢 在圣经里面呢 就曾经提起叙利亚这块地方很多次 这是一个古老的地区以及人民 而且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万年 是第一个有龙根文明的民族 那是很伟大 历史上有名的帝国呢 倒都征服过叙利亚 譬如亚苏帝国 巴比伦帝国 埃及 菲利基 波斯希腊 罗马 都征服过他 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呢 叙利亚就成了败战厅的一个一员 到了西元637年呢 穆斯林就打走了败战厅 那么叙利亚就是名副其实的回教国家了 后来到了1516年 奥特曼帝国征服了叙利亚 一直到1918年一战的时期 英国跟法国呢 就偷偷的私下的 瓜分了奥特曼帝国的土地 法国呢 就拥有叙利亚的宗主权 第一次真正的独立呢 是二战以后了 1945年的10月 叙利亚独立了 他后来就跟埃及 组成了一个阿拉伯联盟共和国 后来又没三年又分手了 到了1961年呢 他就成立了阿拉伯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 一直到现在 他的政党呢 叫做Bath B-A-A-T-H-Bath 是由阿萨德家族统治 一直到现在 哈发阿萨德是老爸 他在1982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哈马的屠城事件 他一次学习了三万多个居民 那时候是穆斯林兄弟会 跟他的政府有纠纷 他就很手段很毒辣 这是叫世人都不寒而栗的 那么这个哈发在2000年的时候去世了 他就选他这个儿子巴塞尔上位 他还是英国的有执照的一个眼科医生 他那时候只有34岁 叙利亚的宪法是规定40岁才能做总统的 所以叙利亚就只有改宪法才能让他就任 就这样坑坑洼洼的就上任了 但是中东的情况是一片混乱 911以后老美对这块土地也毫不手软 再加上ISIS恐怖分子 还有穆斯林兄弟会 叙利亚几乎都被肢解了 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已经租用了他的Lattakia的港口 阿塞德的叙利亚政府控制大马士革 以及到北方到土耳其的边界 美军就占领了佑法拉底河以东的地方 这儿有石油 还有美军跟库德族很好 哈 库德族 这又有趣了 记得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吗 那个打败了十字军圣战基督徒的阿拉伯人 叫做萨拉丁尤苏夫一本阿尤布 是一个突厥义的库德人 君主跟指挥官都是由他做 就简称萨拉底 十字军有法国的路易第七 跟德国的康纳第三帅领 萨拉丁的骁勇善战 十字军就败不成军 耶路撒冷就陷落了 萨拉丁把十字军的军王跟他的这些军队 全部集中起来给他们训话 叫他们回去好好过日子 不要再打耶路撒冷的主意 就把他们解散了 没杀他们 你没听错 这个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将领 他把敌人放走了 在大马四哥呢 萨拉丁还有雕像 也有木 一千多年了 很伟大 我希望这个叙利亚能够把他这些古迹保存得很好 没有被战乱销毁掉啊 大马四哥呢 是有许多的古物啊 古城啊 建筑物啊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去看 英国呢 在这个一战以后呢 这个瓜分奥特曼帝国的时候呢 可是以怨报德 他把萨拉丁的后代库德族呢 一分而为四 分散在四个国家 伊朗 伊拉克 叙利亚 土耳其 库尔德人永远不能够统一 当时呢 如伊拉克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嘛 英国呢 给他空降一个国王 而且凭空的创造了一个国家 真是有点乱整一气啊 说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东乱成一团的原因之逼吧 老公和巴萨尔要做是什么呢 当然是一带一路 还有华为电讯 还有帮助基建 还有租用塔泰式港口出地中海 老公也许要做和平大使啊 这就是叙利亚跟以色列和台 各家都能够接受叙利亚入国际社会 大家各个做好日子啊 这是不可思议的 最后一题 苹果的以前的老板 Steve Jobs 他的身父是叙利亚人的 我还要谢谢叙利亚给了我们的天才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收看